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转行,全书中文版,共计15万字,我将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,为你解读书中精华,说起转行,我们并不陌生,通常来说呢,一个人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就是转行,很多我们熟悉的名人都曾经转变过自己的职业,比如说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,是从工程师跨界到咨询领域,法国著名画家高庚,在成为画家之前呢,是一位股票经纪人, 科学大神爱因斯坦也是从公务员转到科学领域的,随着现代社会的流动越来越频繁,转行也变得越来越常见,一项国际调查显示,在过去的20年当中,转行到完全陌生领域的人数一直都是呈现持续增长趋势,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转行这本书,它的英文原版叫Working Identity,直一过来应该叫做职业身份,副标题是非常规策略重塑你的视野,合在一起的意思呢,是如果你面临一个转行的机会, 应该如何用一些巧妙的方法调整自己的职业角色,让自己迅速适应,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艾米尼亚·伊瓦拉,她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女性心理学家,曾被哈佛商业评论评选,为21世纪最重要的50位管理思想家之一,而她之所以能够当选,正是因为她在职业角色转换,这个课题上的卓越贡献,在伊瓦拉博士的研究当中曾经这样写到, 大多数人的一生平均会在三个不同的组织工作,也至少会经历一次影响个人发展的职业转换,只不过在这些转换的过程当中,有些人转换的比较成功,有些人呢,就不太顺利了,而这些不顺利的人之所以转换失败,并不是因为害怕改变或者是缺乏准备,而是败在了选择新工作的方法上, 有鉴于此,作者特意对39位成功转型者做了跟踪调查和深度访谈,这些人呢,不是刚入职场的菜鸟,而是处于职场生涯中期的管理人员,他们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,拥有了一定的职场积累,同时呢,又处在职业生涯的瓶颈期,他们当中有些人走出知名企业,从职业经理人转型为咨询顾问,有的人离开象牙塔,从文学教授变成了金融分析师,有人放弃了原有的一切, 从律师跨界为一名船长,甚至还有人从精神科医生转型为一名职业僧人,以瓦拉博士总结这些人的经验,他发现,差异再大的职业也有相似的转型过程,尽管每个人的职业变化看起来是一件随机的事情,但是,这些看似偶然的经历和杂乱无章的行为背后,都蕴含着一系列清晰明了的应对策略,他把这套策略称之为非传统型转型策略,如果你因为日复一日的机械工作,而产生了转行的念头, 或者因为所处行业的江河日下而萌生了抛开过去,从头再来的想法,那相信今天的这集音频可以帮助你探索出职业身份的更多可能性,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理解,我们今天将用三个问题来阐述伊瓦拉博士的理念, 这三个问题呢,分别是,第一,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转行,第二,传统的转行方法有什么误区,第三,如何充塑你的职业身份,也就是到底应该如何转行, 首先,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,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转行,相信绝大多数的职场人士都有过转行的念头,比如说跳到一个更大的平台,担任一个更重要的职务,或者是做一个不必朝九晚五的自由职业者, 还有人希望能够有朝一日,把兴趣爱好变成职业,那做一个画家,歌手,时尚博主等等,梦想总是很丰满,但是现实呢,往往很骨感,大多数人摩拳擦掌之后,面对现实的压力,最后往往选择了妥协和将就,为什么很多人都难以迈出转行的第一步呢? 作者做了一个假设,假如一个人有三个选择,一个是跳槽到一个新的公司,继续做自己原来的工作,二是在熟悉的领域里调动一个岗位,三是转行,彻底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,毫无疑问,第三种情况最让人恐慌了,这种不安全感导致人们很难丢掉那些看似合理但实则错误的信念,可能是觉得没有新技能无法胜任新工作,没有足够的存款应对意外啊,没有充足的人脉帮助自己进入新领域等等, 这些信念往往是转行者最大的心理障碍,针对这种情况,作者在书中讲到了一个溺水的故事,说有一个女人手里边呢,握着一块大石头在湖里游泳,因为石头很沉,她呢也是一直往下沉,等快游到湖心的时候,终于支撑不住了,眼看着就要溺水了,岸上的人向她大声地喊道,让她赶紧把石头给丢掉,但是呢,这个女人始终不肯,直到沉入水中的那一刻,她还对岸上的人解释说, 我不能够把石头丢掉,因为她是我的,作者呢?用这个故事来描述人们为了维持既有状态,能够固执到什么样的程度,仔细想想,当我们在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,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,溺水的女人认为石头是无法丢掉的, 我们也理所应当地认为,现在的工作是没法放弃的,没有万全的准备是无法成功的,这些顽固的信念让我们牢牢地抓紧现状,抱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石头不肯松手, 作者写到了一个叫做苏珊的采访对象,她从商学院毕业之后,一直在一家顶级咨询公司工作, 而离婚之后呢,她发现眼前的这份工作既无法让她在业务上精进,又让她感觉分身乏术,没有办法照顾好两个孩子, 眼前的这份工作给自己带来的稳定收入,就是苏珊手里握着的石头,她害怕提出辞职之后没有了经济来源, 另一位采访对象叫做哈里斯,是全球500强的管理人员,尽管她早就对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忍无可忍, 对自己的长期得不到提拔愤愤不平,但是,一想到别人知道自己在知名企业上班的时候, 所流露出来的那些羡慕的眼光,她就始终无法下定决心离开,知名企业带来的光环就是哈里斯手里的石头,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不能够转行的理由,这些人之常情的担心都是我们握在手里的石头, 也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想法,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掉进转行无能的陷阱里,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扭转这种情况呢? 作者说,我们不应该要考虑过去的自己做过些什么,而是要利用职业选择金字塔这个思维模型来进行考量, 职业选择金字塔是什么呢? 作者把这个职业选择分为三个层级,第一层是职业,部门和行业这三个要素, 简单的来说,就是你写在名片上任何人都能够一眼看到的东西, 比如地产业的部门经理,医疗器械领域的销售代表等等, 这可能也是大多数人首先考虑到的层面,当然也是比较浅层次的思考, 这个层次的人想到的问题通常是,如果转行,我要转到哪个行业,哪个公司, 出任什么职位,只在这个层次思考的人,遇到的局限也是最多的, 比如对新行业的前景没有把握,重新起步的薪酬过低, 这些都可能成为转行者的顾虑,职业选择金字塔的第二层是动机能力和价值观, 在这个层次思考,转行的人比上一个层次要好一些, 他们往往不会被具体的岗位和公司所束缚, 比如有一位采访者,他把自己定义为擅长做企业转型的专业人才, 他有能力让陷入困境的企业起死回生, 所以说他能够在各种公司各种岗位上发挥专长, 他可以在一线工作,也可以做幕后咨询, 能够出任大公司经理人,也能够加入小型的创业团队, 从自己能力出发,选择范围明显大于第一个层面, 但是作者最推崇的还是职业金字塔的第三层啊, 也就是从自我追求的角度出发,来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, 听起来有点抽象,该怎么理解呢? 作者解释说,职场人是完成一定程度的积累之后, 向外索取会变得越来越少, 而对自己内心的探索会逐渐增多, 这些增多的内容对转型选择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, 咱们不妨从书上的一个案例说起, 作者采访了一位叫做丹的职业经理人, 一开始他在美国陆军服役, 后来呢,获得了计算机硕士学位, 又去日本留学,获得了博士学位, 成为了一位芯片设计师, 晋升到了管理层,按常理来说, 但那几次转型都非常成功, 算是人生赢家了吧, 但是呢,他本人却觉得越来越痛苦, 因为虽然说拥有高薪的工作, 体面的生活, 可是自己完全不能够平衡好事业与家庭, 后来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, 他才发现, 原来自己这么多年, 一直是借助工作, 来逃避而适遗留下的心理创伤, 他最渴望的还是温馨的家庭生活, 最后, 他拒绝了一份CEO的出任邀请, 选择了一份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职业, 尽管周围的人很多人都不理解啊, 但是呢, 他自己却觉得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转行, 用他的话来讲, 他宁愿错过一个打造伟大公司的机会, 也不想错过自己孩子的成长,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的内容啊, 职业生涯是我们人生当中重要组成部分, 转行之所以难, 是因为面对岔路口, 大多数人无法放弃旧有的观念和过去的积累, 其实并不存在万事俱备的积累, 当你想清楚你的转行念头, 处在职业选择金字塔的哪一个层级时, 就是最好的转行时机, 不过这里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, 刚刚我们侧重剖析了不敢转行的这一类人, 但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与其相反, 他们对转行持有乐观态度, 积极探索全新的领域, 但遗憾的是, 大多数情况下, 他们依然是以失败告终, 这又是为什么呢? 作者认为, 这类人虽然说没有固不自封的心结, 但是在思维上走入了一些误区, 好, 那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呢, 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, 传统的转行方法到底有哪些误区, 作者在书中说误区主要有三个, 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, 首先呢, 是很多跃跃欲试的转型者都有这样一个理念, 那就是在改变职业之前, 务必要充分了解自己, 似乎人们总是觉得, 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真实自我, 目前之所以遇到种种不顺, 是因为没有察觉到它, 所以无法确定自我价值, 通过反省和心理测试等手段, 可以让一个人更好地发现这个真实自我, 从而更容易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, 顺利转型,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? 我们先来看一看下面这个案例, 一位叫做家里的采访对象和作者, 分享了他转行早期的心路历程, 啊, 最初呢, 他是一名商业顾问, 在一番纠结之后, 他下定决心向老板递交了辞城, 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城市, 他对自己做了大量的剖析之后, 打算把兴趣爱好发展成职业, 换一种活法啊, 他先是和女朋友, 共同撰写了一份红酒主题的旅游创业书, 后来又去考了一个潜水教练, 但是, 当他真正开始着手, 把这些尝试变成职业的时候, 他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充满激情, 他发现当自己真的去做过去梦寐以求的事情的时候, 反而是失去兴趣的开始, 这是为什么呢? 作者从心理学角度给出了答案, 近代心理学研究发现, 根本不存在什么真实自我, 我们人是有许多个自我组成的, 在心理学上有个专有的名词来解释这个现象, 叫做可能的自我, 这些可能的自我都暂未定型, 我们不能够通过对过去的反省来定义未来, 多种可能的自己, 作者在书中还列举了一个案例啊, 有位成功转型的企业高管说, 在最开始, 他并没有去考虑自己内心最渴望的是什么, 而是把自己觉得可以转行的方向都列了出来, 他列的第一条是成为大公司的财务总监, 第二条是做投资人公关工作, 第三个是成为一个艺术品顾问, 第四呢? 是回学校深造历史学, 第五是凭借自己的英语和法语的双语优势, 重新找一份工作等等, 其实这个清单上的每一条, 都是这个职业经理人的可能自我, 真正的让他转行成功的是一个一个的去尝试, 这些可能自我, 而不是在家里边苦思冥想, 究竟哪一个是自己的最爱? 所以作者认为, 在转型者于开始阶段, 应该是少去思考真实自我是什么, 而是尽量的去扩大可能自我的辐射范畴, 而不是执着于挖掘自己的谜底, 说完了第一个误区,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误区, 传统观念认为, 当一个人面临职业转型的时候, 应该向那些了解自己或者了解市场的人请教, 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帮忙参谋参谋也不行吗? 啊, 作者就说了, 还真不行, 当你重塑新的职业身份的时候, 最了解你的人反而最有可能阻碍你, 而不是帮助你, 也许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本意是很想给你支持, 但可惜, 这些曾经亲密的关系网络, 只会强化你想要摆脱掉的旧身份, 正如一位接受采访的转型者说, 当他的家人听说他要辞职的时候, 他们一口同声地提出了反对, 猎头公司给他的建议也是到同类型公司就职, 这一度让他感到非常痛苦, 那相比亲朋好友的忠告和职业咨询专家的意见, 作者认为, 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些有过相同经历, 但是并不在你熟人圈的人来做你的引导, 他们的帮助才是转型者获得心理支持, 开拓视野的最佳途径, 除了喜欢找身边的人参谋之外, 作者还指出了第三个误区, 那就是转型者通常会低估自我重塑的时间, 甚至呢, 觉得只要换一个工作, 转行就可以一步到位了, 但实际上, 越是重大的改变, 越是欲速则不达, 试想一下, 如果让你单独一个人出现, 在全是陌生人的酒会, 你可能要酝酿好一会儿, 才能够走出去和大家打招呼吧, 转行, 那他也是如此, 当你一直脚势叹性地踏入到一个新世界, 也需要一段过渡期来适应, 书中就写道, 一位叫穷的大学老师, 在回忆自己的转型经历时说, 啊, 在正式辞掉工作的前几年, 他就有离开学校的想法, 但直到和学校的合同快到期了, 他才搬离校园, 开始学习股票知识, 渐渐地也不再参加同事聚会, 总的来说, 转行是一个逐渐与就职业脱节, 与新职业接轨的过程, 调查显示, 大多数人转行都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, 而且这个轨迹往往很少是一帆风顺的, 通常是进两步退一步, 最终驻足的地方可能会让自己也是大吃一惊, 所以, 转型者最好, 不要奢望可以很快地投入到新生活, 要对过渡期有一个合理的预期, 以上就是作者, 让我们规避的三个传统转行的误区, 分别是企图找寻真实自我, 寻求亲友建议和渴望一蹴而就的改变, 那么, 说完了误区, 我们来说一说转行的正确姿势到底是什么, 接下来呢, 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一部分的内容, 如何重塑你的职业身份, 书中写到, 转行的关键举措有三个, 分别是创造试验机会, 改变关系网络和重新定义自己, 咱们先来看一看, 创造试验机会, 作者研究发现, 在转行初期, 人们做的最多的事情, 就是幻想自己变成想要成为的那个人, 但却时常忘记, 最终能够让自己从A点到B点的就是行动, 所以, 转变职业生涯的第一步, 是立即将至少一个可能的自我代入, 到现实当中进行考量,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试错, 试错不是说让你马上换一份工作啊, 而是在保留现有工作的前提下, 在小范围内用低成本做不同的尝试, 比如说你可以利用业余时间, 以兼职的形式实施身手吧, 啊, 或者私下的参与一些项目也可以呢, 去接一些外包的工作, 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做好, 如果说你的工作特别忙, 上面的这些都无法做到, 那么呢, 就想办法让自己去学习, 比如参加培训班, 接触这个领域的前辈啊, 慢慢的你就会明白, 你尝试的方向到底是不适合自己, 试错是一个不断甄别可能自我的过程, 因为我们精力有限, 转行成本很高,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高效的为自己创造机会, 说完了第一步,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步, 也就是改变自己原有的关系网络, 说到底, 我们的职业身份, 不仅仅是由我们的工作内容来决定, 也由于我们共事的人来决定, 如果你能够在想要进入的领域当中, 发展出新人脉, 那你转行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, 作者说, 建立一个对自己转行有帮助的人际关系网络, 可以从三个原则以及寻找一位关键人物入手, 第一个原则, 回避类, 我原则类是同类的类, 这是说首先呢, 我们应该避开那个跟自己成长经历, 生活环境都比较类似的人, 比如说谁呢, 老乡, 校友等等, 第二个原则呢, 叫做回避离我原则, 灵是临近的灵, 这是建议我们最好避开跟自己属于同一个生活圈子的人, 比如同行啊, 同事等等, 最后一个原则叫做共同活动原则, 这是建议我们可以多在活动当中发展人际, 比如你想从销售行业转做金融, 那就去多参加参加金融会议, 学习培训以及主题社群等等, 前两个原则, 建议我们转行的时候少去接触哪类人, 第三个原则呢, 是建议我们去重点连接哪些人, 除了这三个原则之外, 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一位能够做你导师的关键人物, 因为在你转行的过程当中, 我们会面对各种压力和阻力, 比如你本来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, 但你想转行做一个作家, 你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吧, 周围的亲朋好友呢, 呃, 也都不理解, 如果说有一位在某一个行业当中比你厉害的导师, 那他就会引导你进入一个新的圈子, 帮助你熟悉环境和行业规则, 导师这类角色榜样为转变职业生涯, 当中所要经历的那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提供了保护和缓冲, 作者强调, 只有和你想成为的那一类人, 和你有类似的经历并且成功转行的人一起交流, 才真正能够得到帮助, 找到动力, 所以在转行的过程当中, 一定要敢于涉足这种未知的且有效的关系网络, 那么问题也跟着来了啊, 做到创造试验机会和改变关系网络, 能否就转行成功了呢?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呀, 还不行, 因为转行并非是换一个工作这么简单呢, 它是一个职业身份重塑的过程, 而我们的职业身份又不仅仅包括我们每天做的具体工作, 以及接触到的环境和人脉, 更重要的还包括了我们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, 所以转行的最后一个步骤呢, 就是重新定义自己, 你需要构建出一个转行故事, 来为自己明确职业转型的意义, 同时也告诉别人你的新身份, 这个转行故事呢, 可以把过去的自己以及转行之后成为的那个人联系起来, 在你过去的旧身份以及未来的新身份之间建立一种价值认同, 为你的转变做出解释, 赋予意义, 取一个书中的例子, 在作者采访的所有人当中, 转行跨度最大的应该就是精神科医生, 转行做了一名职业僧侣, 这个转行幅度是非常大的, 在很多人看来甚至是不可理解的, 为什么好好的医生不当了, 偏偏要去啊, 跑到寺庙里边当僧人呢, 这个医生就把自己的经历讲成了这样一个故事, 我们来听一听, 他告诉别人说, 在很小的时候, 他就接触过宗教, 对精神世界的探索非常着迷, 长大之后从事医学工作时, 也经常到临终关怀中心, 为绝症患者做志愿服务, 这些特殊的经历让他越来越淡薄名利, 在一次偶然的活动当中, 接触到了僧侣这个职业, 意识到自己非常渴望寻求一个安静的精神角落, 所以决定放下过去, 追求新的生活,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型故事吧, 另外呢, 作者还强调, 我们还要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转型故事, 知道让自己和别人都认同, 因为转型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 只有找到一个让自己和别人都认为非常合适的理由, 才能够更容易赢得支持和肯定, 话说回来,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转型故事听起来更有逻辑, 更合理呢? 作者, 在这儿呢, 说语这么个故事当中, 你要有一个动物时刻, 比如一位高管转行, 是因为一位和他年龄相近的朋友, 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而英年早逝, 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工作, 对自己的意义和价值, 转型故事当中, 需要这样一个重要节点来触动自己转行的念头, 除了动物时刻, 你的转行故事当中呢, 还要有一个机遇之窗啊, 也就是当你决定转行之后, 把握住的重要机会, 比如说一位文学教授打算转行的时候, 一开始的面试并不顺利, 但有一家国际公司的面试官, 看中了他的语言优势, 让他获得了一份全新的工作, 转型故事当中需要讲清楚这样的关键时刻, 合理的串联起过去和未来的自己, 你看, 这就是重构一个转型故事的方法, 通过故事把以前的工作经历和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合理化, 让你过去的所有经历都成为为了转型而做出的准备, 以上呢, 就是转行这本书的全部内容, 最后呢, 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, 今天我们用了三个问题来探讨转行这个话题, 在第一部分当中, 我们讲了为什么有些人不敢转行, 其实人们之所以害怕转行, 害怕改变,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放不下一些固有的执念, 利用职业选择金字塔, 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清思路, 在第二部分呢, 我们讲了传统转行思路的三个误区, 首先不存在什么真实自我, 最好是去做多样性的尝试, 发现重塑自我的无限可能, 其次, 确定转型方向之后, 不要去向周围的人寻求建议, 而要把目光放到更远的地方, 第三是, 不要觉得转行之后可以一夜之间迅速转换, 对过渡期一定要有预估, 在最后一部分, 我们重点讲了作者指出的转行关键举措, 第一个关键点是小步是错, 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, 第二个关键点是留心加入一个专业群体, 寻找一位导师给予支持, 第三呢, 是为自己创造一个转型故事, 给自己身份的大幅度转变赋予意义, 总的来说, 转行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, 它是一个重新定义自我的旅程, 因此, 它往往需要我们同时处理一系列的问题, 包括理清对所在工作的留恋程度, 对成功的定义, 甚至对人生的偏好, 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些深层次的问题, 不管所属的组织和身边的同事如何变化, 最终还是会重新回到与原来类似的角色和关系中, 做相似的工作, 过同样的生活, 听完了这集音频后, 如果你对转行燃起了渴望, 不妨大胆开始, 哥德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, 由于不觉只会让你一拖再拖, 光阴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被浪费, 不必担心开始的太晚啊,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, 其次就是现在了, 好, 转行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,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, 我们明天见,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部好书。 感谢观看